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每支冰棒都有特別幫它取名字 它都有不同的口味 像是福壽爐的口味,菸蒂口味,汽油口味等等 特别去观察生活上的事情 夜市水沟特别长出雨 烟地等等直接排放到水沟里面 我们选了台湾100个污染的水源地去做取样 模型的制作过程中 我们是需要去做调色的部分 因为玻璃原始是透明色的 它可能有重金属 纺织或是染料污染 所以我们在模型这个部分需要去对照色漂 去调合成接近污染水源的颜色 几乎调到它一模一样 为什么加这些东西其实主要是因为 去每个地点去捞水捞出来的 那它的内容物不同 它当然每一支笔棒加进去的元素也会不一样 其中一支就是五号 在三重水洋公园取样的 符寿罗 烟蒂或是草等等的一些漂浮物 那这些都是我们置物在冰棒里面的东西 捞到一些塑胶碎片或是一些鱼网的部分 像是中石鱼港就会有这种种 或是南疗鱼港就是偏向鱼港类的 然后鱼的污染的部分还有很多的船只 它的有污量也会比较多 符寿罗它通常会是在农田里面才会出现的东西 因为上游它过度的灌溉 导致符寿罗这个凡石速度快的生物呢 就是跟着水源一起到了下游的部分 所以它才会在我们都市的生活圈中出现 然后在就是烟蒂的部分 其实大多数的地方都会有 整个捞水的区域里面算是蛮多的 还有塑胶垃圾也是 水跟冰棒它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半透了的状态 所以它可以很清楚看到里面的内容物 大多数的冰棒或冰品业者他们喜欢把好看等于好吃 带入商品跟产品让观众去看它 希望他们透过这个惊讶的感觉 看到它的内容物 它是一个可能是有危害的东西 进而去反思它的生活 做完了这个专案 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跟水资源甚至环境越来越好 少丢一点垃圾 少丢一点烟蒂 甚至是自备一些环保的用具等等的 希望以后这些水是可以直接营用的